這張是我是借款人 民事執行處 統計我說 你要靠這個人的 債務人的退稅款 你要說 國稅局 法定代理人下方 他就發一個統計說 第三人 正部台北國稅局 宋秀林是法定代理人 以前你們 年紀比較多 中山有主任 主任是不是可以做法定代理人 現在都不行 現在都由局長來代表 局長來代表 所以什麼 台安局局長 局長我現在說是 國稅局的 宋秀林 客人所的主任 也不可以代表 不可以做法定代理人 所以這法人代表 很重要 唯一說回來 現在這說 要靠這個退稅款 退稅款多少 這就是法定代理人 的重要性 我就覺得 我們行政執行室也很可愛 他發現我第三人 我是第三人 第三人這是什麼 這是以前的圓工 以前的圓工 這是交通事件才華 9萬塊 我相信 我相信是酒醉 酒駕了 所以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你如果開車你就 帶駕駛 帶為駕駛就好 這彈性 沒有你就不要喝 沒有就開車 是不是這樣 不要去和你開玩笑 你現在發問到我 我說這個人 已經沒有在這裡吃頭肉 你發問我 我也是在大夫說 沒有這個人 還是沒有這個人 他說 禁止他們這條身世 這個人已經沒有在我們這裡 當然 今天 我可以回家 這是說靠心性的事情 最後咧 我有說我 對一個律師 律師 違反律師法的部分 和我繼續在對中 台北市政府 是怎麼被三太元公司 起訴 因為台北市政府 說他們沒有道路 計畫道路的預算 年度預算 所以說 和你政府 你像我一年圖書館就八十幾億了 和這個 我看不兩千萬 說不遇算 不遇算 我說 要加七千幾萬 和你這樣 說一下不遇算 就改完 所以我們會變這樣 謝謝